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再次清醒认识这一点 同时也回想起刚才小萝莉叫到前世的名字 他想 估计又是敌人迷惑他的幻听吧 刚才几乎是无意识的疯狂乱砍 到底打倒什么人自己都记不大清了 更何况 即便当时清醒 他也许也照看不误 他对于杀戮的抵抗越来越少 这样下去 自己的存在早晚消失在愤怒中 或许在此之前就死在更强大的人手上 当然他不会坐以待毙 为此花掉了手头上的技能点近三分之一 用一万技能点获取了空间魔法 想着只要好好练习 一定在战斗中派上大用场 想到这儿突然顿住了 该死的仇人早就从他变当 为啥自己还在战斗 一路下来没有一场是自己刻意想要战斗 都是愤怒让自己失去判断力 这样下去 不疯则死 何必呢 他已经变得够强了 不如到山里随便找个地方日常打猎 就像故乡的哥布林们那样 他决定回到那个哥布林村 那个早已无人居住 却是他该回去的地方 在那里独自隐居 在这个多待一秒就引发他无比愤怒的废村 这个他没日没夜被逼迫造魔剑的屋子 外面乌云盖天 他静止走向魔之山脉 哥布林的村子 越往前 寒气就越发凛冽 突然他停下了 想着我这是要去哪儿啊 貌似是很重要的地方 但又不知道是哪里 不过无所谓了 既然想不起来 八成没啥大不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发泄心中的怒火 啊我好恨 好恨 好想杀光 好恨 好想杀光 一支不住的怒火 话成一声咆哮 周围的生物听了纷纷逃走 而他呢 为了镇压愤怒 是要追杀眼前一切 面对如此疯狂的他 支配魔之山脉的最古的冰龙 不得不亲自来招呼他 在冰龙的寒气下 烈火的岩刀都解了冰 他一刀砍向对方 刀身的冰块碎裂 对方硬核的龙鳞丝毫无损 换用雷刀 结果一样 操之一口古朴语调的冰龙 发出女生的念话 让他别白费力气 他的龙鳞强度仅次于地龙长廊 眼前这头全身水晶般龙鳞 优美曲线的猛龙掌管的是冰 只要他在哪里 哪里就会变成寒冷的基地 暴雪早就冻住了他的衣服 他不得不半裸战斗 自己都不知道 为啥再和冰龙战斗 见他可怜的冰龙 虽然很想让他解脱 不过他的主公吩咐过 不能对转胜者下手 不过话虽如此 要是他被天气冻死 那就是遇难事故 就怪不了他了 同时觉得 能就此葬身寒地 对他未必不是一种幸福 冰龙离开后 他继续迷茫 想不起来 那个要回去的重要地方 那个想记起来 又不想记起来的地方 在那里他失去了家人 失去了尊严 他没有资格回去 回到那个吃掉 他最爱戴他的亲妹的地方 脑内在线浮现 当时被强制下达的命令 被命令杀掉时 掐出那细小脖子的手感 被命令吃掉时 牙齿咬破皮肤 口中扩散开来的血的味道 下一个瞬间 他突然顿住 刚才好像想起了 不该想起的什么 既然想不起 也许还是不要想起来的好 就这样 他再次彷徨在 这冰封的极地里 与此同时 在他离开的废村 魔王与蜘蛛子一行 借坐一晚后 朝着摩之山脉进发 这里不愧是 万年积雪不容的极地 踩到山脚 就已经冻得要死 蜘蛛子躲在马车里 用注入魔王火魔法的石头 勉强取暖 除了寒冷 同样困扰他的 还有晕车 车身摇得厉害 阿硕开始以为是山路颠簸 搞半天马车 根本没在地面上走 人形蜘蛛长女艾尔 直接背着马车走 懂事的艾尔还算注意车速 要换了其他姐妹 还不直接晕翻 然而蜘蛛子还算晕得要死 至于不用拉车的两头地龙 则成了索菲亚主仆的坐骑 梅拉在调教地龙的过程中 将调教技能进化为 上位的召唤技能 在这个世界中 制服魔物有两种手段 一个是强制来硬的 条件是 你要比那魔物强 或者让对象弱化 不需要魔物同意 同时也杀死了魔物的意志 有知性的魔物 就会变成唯命适从的机器 另一种就是契约 魔物保有自己的意识 所以有违约造反的风险 但如果是真正的羁绊建立的协约 那就是无比靠谱的伙伴 而梅拉采用的自然是后者 地龙这种生物 一生誓死效忠自己承认的主人 不过介于他们站立 除了蜘蛛子以外最弱 所以能干的也就是搬运工 蜘蛛子在马车上 听着魔王和索菲亚的交谈 魔王表示 虽然有我在 不过这里好歹是冰龙地盘 另外的哥布林 他们像地龙一般武士气质 不为强敌誓死战斗 蜘蛛子想什么鬼 这是哪个世界的哥布林啊 是这个世界的哥布林啦 而哥布林以外的话 还有就是猴子 一星人在山中走了几天 寒气势越来越逼人 蜘蛛子越祈祷雪不要再下了 这风雪是越来猛烈 魔王像个人行扫雪车 徒手拨开厚厚积雪前行 魔王一边挖雪 一边觉得这雪量 貌似有点不正常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 魔之山脉是冰龙一族的地盘 之所以这么寒冷 也是冰龙常年释放冷气所致 魔王一点不担心冰龙会搞鬼 亮对方也不敢 更别说彼此之间 有互不侵犯的不成文约定 问题是他们以外的家伙 八成就是那个大鬼魔物 招惹了冰龙吧 只如此想 你这年轻人也太热血了吧 为毛要执着挑战更强的敌人 你想找强敌是吧 咱这有世界最强的魔王大人 一拳让你变成灰蟹 他是真心希望内祸被收拾 一路上内祸除了干掉妖精 不知道给他们造成多少麻烦 拜托冰龙早点干掉内祸 然后不要下雪 要不然女神也要被冻死了 然而就在这时 魔王一声呆叫 蜘蛛子偷偷朝外一看 眼前景下 让他一瞬忘记了寒狼 那一刻他再次回想起 被猴子逼上绝路的恐惧 后来他从魔王那得知 这猴子外号复仇源 有着死也要复仇的本能 如今在他眼前不是一两只 而是排山倒海的猴子大军 想到这八成也是大鬼惹的祸 蜘蛛子气不打一处来 这帮货突然袭来 就连魔王都有点慌了 索菲亚主仆早当机了 人形蜘蛛除了背马车的艾尔 立马进入战斗状态 然后魔王呢 觉得这太难问人了 索性直接用一个大威力的群攻魔法 瞬间猴子被一网打尽 问题是这之后 魔王的魔法导致巨大的雪崩 魔王一声散开 所有人全力降扑 魔王跳到高空 索菲亚主仆千军一发及时闪避 利尔飞尔抱起地龙跳跃 而蜘蛛子呢 从高空自由落下 因为太突然了 艾尔也顾不着马车里面 蜘蛛子在他起跳时 顺势被甩出车外 危机时刻 魔王赶紧让唯一空着手的沙尔去抓他 然而迟了一瞬 沙尔抓住了绕在他身上的毛毯 然后一个不吉利的撕裂声 毛毯扯断了 蜘蛛子被卷进雪崩那一刻 下意识伸出手 沙尔一把抓住他的手 然后顺势两人一起掉进雪崩 沙尔拉着蜘蛛子拼命拨开雪堆 这时索菲亚伸出出来 索菲亚抓住沙尔的手 没拉又抓住索菲亚的手 使劲往上拉 可是偏偏这时 有个玩意儿扑到索菲亚身上 蜘蛛子一看 马吉嘎 怎么还有猴子存活 最后 四人连带可恶的猴子 一起被雪崩吞噬 之前蜘蛛子仰望上空 大群不要命的猴子围攻魔王 这帮货遭遇雪崩还想着报仇 下一个瞬间 他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 发现身边有一堆篝火 一旁索菲亚 问他还好吧 原来他是在索菲亚用冰灶的半圆房子里 在昏迷时 他被沙尔扯断的手 索菲亚已经治好 围着篝火的遇难祖司人 决定等待魔王救援 这时索菲亚拿出一个玩意儿 问他实在不行 要不吃了这个 蜘蛛子一看 这不是害他遇难的猴子吗 貌似已经变当了 蜘蛛子表示 实在不行的时候 在战力上只有那什么了 索菲亚瞄懂 目光转向一旁沙尔 面对众人期待的目光 沙尔虽然表情没变化 感觉像是呆呆的吐槽说 不是吧 看着索菲亚在鼓刀猴子的遗孩 蜘蛛子不禁回想 那玩意儿真叫一个难吃 自己虽然是个吃货 不 正是因为是个吃货 所以断言 这玩意儿不是蜘蛛能吃的 更不是人能吃的 他默默地抓住索菲亚的手 让他放手那玩意儿 索菲亚一脸惊讶地望着他 蜘蛛子摇了摇头 索菲亚恍然大悟 一脸糟糕地扔掉那玩意儿 一旁梅拉默默松了口气 关于并交用女战力 野外生存力和仪女力的成长系数 不成正比那档子事 蜘蛛子只能暗暗祈祷今后 然后不经意地把手撑到地面 突然一股寒气涌上心头 手碰到了什么东西 一看是蜘蛛娘时代起 陪伴她的那把镰刀 突然自动出现的镰刀 蜘蛛子下意识预感危机 她本能地拿起镰刀 起身摆好待机架时 仅此而已的操作 结果上救了她的命 翻遂一个爆炸音 视线突然急速变化 搞不清楚状况 只知道全身剧痛 尤其是双手 下一瞬间 映入眼帘的是 挨挨白雪 发觉自己趴在地面 自古般的寒气袭来 赶紧想进冰屋避难 却发觉冰屋已被一刀两断 在被破坏的冰屋后面 站着一个仅有 破不遮羞的半裸男 蜘蛛子暗暗大叫变态 你呀不冷吗 然而 当她看清楚男人嘴脸时 一下子愣住了 不是因为那一货脚上 长了段鸡脚 而是拿面容 貌似她认的 这时突然传来索菲亚的叫声 沙尔 干掉她 被两段的冰屋下 一边跳出沙尔 另一边索菲亚起身 不停环视周围 意识到刚才破坏冰屋的冲击 把自己打飞老远的蜘蛛子 突然脸色发青 要是没有突然出现的镰刀做盾牌 自己现在的防御力 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突然袭来的半裸脊脚男 沙尔六手全开突击上去 战力过弯的沙尔的神速攻击 不是随便什么家伙都可以扛下 然而 索菲亚一下傻眼了 对方的二刀流 居然挡下了沙尔的一击 这一货竟然和沙尔打个平手 蜘蛛子瞬间想到某挑衅冰龙的大鬼 八成这位鬼君就是大鬼特殊进化的 就在这时 索菲亚喊梅拉的叫声冲天 搞得蜘蛛子耳根都疼 索菲亚静止奔向倒在远处的梅拉 貌似和蜘蛛子一样被打飞 因为没有任何防备 看来伤得不轻 梅拉向主人谢罪 索菲亚赶紧给她治疗 一旁被放置的蜘蛛子暗暴抱怨 阿诺 这里也有倒下的人的说 没办法 她只好处着连岛起身 强忍着剧痛和严寒 目光朝向沙尔和鬼君的战斗 觉得虽然貌似平手 但最终赢的还是沙尔 因为沙尔游刃有余 鬼君就点够呛 沙尔过弯的能力值 六刀流的高超剑技 加上毒与暗黑魔法 以往的对手 不是一击秒杀的杂鱼 就是两年前战车那样牙白的强敌 所以没有一展计议的机会 其实人形吃出最牛叉的地方 在于多才的伎俩 如果能力值差不多的话 基本是二能打赢 好久没遇到实力相当的对手 太紧张没能发挥实力什么的 一定是蜘蛛子自己的错觉 就在蜘蛛子开始感觉不妙的时候 索菲亚又突然大叫 没法子 把梅拉伤成这样 什么怒火暗黑波动一股脑上来 恨不得马上冲上去把对方撕罢了 继续被放置的蜘蛛子 只好强忍疼痛 一拐一拐 前去阻止索菲亚 这时伤差不多治好的梅拉 首先注意到她 然后索菲亚突然啊了一下 貌似这才想起来还有蜘蛛子 赶紧荒毛给她治疗 还好这时的蜘蛛子也没空追究这些 她指着和沙尔交断的鬼君 貌似索菲亚没注意到对方身份 于是直接蹦出一句 剃倒君 在若叶激色的记忆中 她确实就是剃倒精野 索菲亚一脸懵逼 于是她指着对方说 那就是剃倒精野君 就在她道出这个名字时 对方突然一个咆哮 吓得沙尔震住了 鬼君趁机挥起岩刀砍来 沙尔立马回神 后退躲过一击 岩刀砍在地面 火焰和冲击力 将这个冰冻的河面 击出一个巨大裂缝 沙尔直接掉了下去 尽管她有空间机动技能 可以在空中跳跃 然后鬼君趁机不备 又用雷刀释放闪电击中了沙尔 沙尔最终还是掉了下去 不过她有抗雷属性 估计没事 但暂时也回不来了 失去最大的战力 光靠剩下的人 要如何刚过疯狂的半裸鬼君呢 欲知详情 敬请期待后续内容 如果这次内容 对你了解蜘蛛这部作品的剧情 多少点帮助 还请劳烦点个赞 随时欢迎留言探讨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阿硕会为你带来 更多的番局资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